检方为了厘清定期暗中 到底死者生前有没有受益丈夫 结束自己的生命 昨天首度让嫌犯王静熙 和他从美国返台奔丧的大儿子来对职 而嫌犯的儿子私下透露说 其实他相信父亲会行凶是一时起义 他不会责怪父亲 丁亲爱的凶贤王静熙在下午被检方提讯开庭 而他的长子在前一天晚上 也带着刚大学毕业的大女儿返台 要和父亲当庭对职 不过两个人非常低调 面对媒体都不愿意多谈 检方的上午先是带着王静熙回家中 查过他的电脑和书信 下午子安排他和长子对职 而王静熙的妻子 生前教会的牧师上座谈节目有透露 和有安乐死想法的丈夫一起生活很恐怖 不过如今却死无对证 到底王静熙的妻子同不同意安乐死 除了王静熙的陈述 最重要的客观事证 就落在他大儿子的身上 如果最后结果是违背妻子意愿 王静熙难逃无期徒刑或死刑 如果是妻子同意而犯案 加工自杀 也得面对七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而如果他犯案后也想亲身 则可能免出其刑 王静熙的大儿子私下向记者表示 他不明白父亲是为了什么才动手 但他相信爸爸应该是一时起意 他也不会责怪父亲 而全案检方预计在下个月六号 解剖深入厘清案情 王家也会在三十号早上 举行王老太太的追思会 解剖深入厘清案情